大家好,我是代班up主小 大家好,我是代班up主 我放弃了 好好好,你下班了 大家好,我是阿宇 前段时间跟大家说 我第一次尝试做穿戴甲 当时有多小伙伴都很感兴趣 就问我穿戴甲好不好做 卸掉方不方便之类的问题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穿戴甲的体验 这是我第二次做穿戴甲 你们可以看到我左右手的对比 我本身的指甲就是那种扇形指甲 圆圆宽宽的 西虎很小 看起来非常憨憨的一种甲型 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 指甲缝里进了脏东西比较好抠吧 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长长的甲床 直到有次我逛街的时候发现 居然自己可以做这个穿戴甲 我好难过,我活了30年才知道 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在你本身的指甲上面贴一层果冻胶 然后再把这个甲片贴上去就好了 但是第一次操作我还是非常的小心 两只手贴下来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 今天是我第二次贴 我基本上左手只用了10分钟就做完 视角距离看很自然 厚度也不是很厚 贴上没什么感觉 我买的这一包一盒里面有30片甲片 大小都是不一样 就方便你比对自己的指甲大小 然后选择相应的甲片 因为我的指甲都长得比较小 基本上就要从最小号往上数 那几个号我才能用 当然这种特别大的甲片 你也可以自己用剪刀剪一下 然后修成你自己指甲的形状 也可以用来 就是麻烦一点要自己剪一下 尾斑都从大拇指开始做 我买的这种甲片 它的头上会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编号就是甲片的大小 0号是最大的甲片 然后11号是最小的甲片 我之前用的那一盒里面有标数字 这一盒里面居然没有 这一盒居然是个次品 对完甲片贴起来就很容易了 因为它也有剪好的果冻胶 果冻胶选择比自己指甲小一点的 因为这个果冻胶贴在指甲上面会位移 如果果冻胶太满的话 有的时候位移 它就会接触到外面的一些灰尘 这个胶就会发黑变脏 贴的时候其实就跟贴膜差不多了 把甲片的根部和你的指甲成45度 这样慢慢的放下去 按紧 帮我按个20秒左右就好啦 这个甲片很软 只要你选好了大小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的大拇指靠近指缘的地方 这里是比较方的 然后这个甲片是圆圆的 所以其实不是很贴合 如果我想要更服贴一点的话 应该把这个甲片的底部修剪一下 但是我懒 所以近看的话 这个大拇指就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假的甲片 但是一般不会有人这样捧着你的手看吧 社交距离来说我觉得很逼真 看不出来是个假的指甲 记得做完以后最好两个小时内不要碰水 这样更持久一些 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不方便 就是这个指甲可能使不上什么力气 比如说你要包什么东西 它需要用到指甲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费劲 所以从那以后小蟹就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包橘子 还有开衣拉罐的活儿 但是以前也都是它做的 可见我的家庭地位之高 然后我大概贴完第五天开始 它有陆续的掉下甲片来 到半个月左右它陆续掉过四片 但是每一次我又把它们粘回去 所以它可以重复使用还蛮好的 如果是自然脱落的话 基本上你的指甲上不会有这个胶的残留 掉完以后你的指甲还是很干净的 说明书上写着如果你要卸掉这个穿戴甲的话 就在温水里面泡个三分钟 然后轻轻就可以摘掉了 但是我尝试过在43度的温水里面泡个三分钟 它并不是那么好取掉 至少就没有像它自然脱落的那么干净 我是半强硬着把它摘下来的 它会有些交流在你的指甲上面 然后指甲上也会有一部分磨损 像我指甲这么薄的情况 比如这个食指特别薄 摘完以后这个食指就裂了 由此可真 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非常容易掉的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它的优缺点 优点呢就是它比做单次的甲油胶便宜很多 比如这种带花色的你去美甲店做的话 还真不便宜 但是自己只要贴一下就可以了 熟练了以后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可以随心所意的换支架的颜色 非常适合我这种善变的人 不知道大家平常自己做支架比较多 还是去外面店里做呢 反正我一般都是自己处理指甲 因为我是一个节俭的人 留下节俭的泪水 虽然它会有脱落的情况 但是你有那个胶的话 它就可以重复的使用这个甲片 然后它的甲面也不会因为你日常生活有一些很明显的磨损 它的光泽感能维持很久 然后呢我觉得它的持久性还可以的 不那么容易掉 至少比那种自己涂抹式的支架油可维持的时间长多了 尤其是我发现我的无名指特别不容易掉 也有可能是平常无名指不怎么用到 还有一个就是我无名指和别的手指相比起来 它的C弧特别大一些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不是C弧大的指甲就不容易掉 它可以在穿戴的时候暂时素一下你的甲型 那次我的穿戴甲掉下来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本身的指甲 哇 也变得很漂亮 所以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了一张 当然第二天起来 好吧 又是你这个扇背指甲 马上就被打回远行 当然素甲型这个东西有就更好 没有的话也不能算是它的缺点 如果大家真的要素甲型的话 要用那种素甲指甲油 不过那是另外的内容 今天我们就不说了 不然我单线成脑子 嗯 操作不来 那接下来呢就是它一些缺点 如果甲型跟你的不是很合适 并且你没有修过这个穿戴甲的话 它近看还是蛮假的 虽然它上手很容易 但是你要贴得非常完美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这是我第二次贴 我也有些熟练了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气泡留在甲面上 如果你非常追求完美的话 可能就会很难受 当然我这个人就比较随意一点 它确实不是很好卸除 并不是说泡个三分钟的温水 就可以轻松摘掉了 取下来之后 像我这样薄的指甲还会有些损伤 然后呢它还容易勾头发 尤其时间长了之后 它果冻胶有一些脱离你原本的指甲 甲片和你原本指甲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 它就特别容易勾头发 我上一次大概戴了20天 把整只手都卸掉了 因为我指甲已经长出蛮多的了 指甲和甲片之间的缝隙已经很大了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快要崩溃了 它勾住你头发之后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绕出来的话 它就会把你头发扯下来 那你们知道我的头发多珍贵对不对 它没有几根可以让我霍霍的 所以我还是把它卸掉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贴 贴的不是很好 这一次我贴的还蛮好的 我就觉得不怎么勾头发 基本上不会扯到头发 还有就是时间长 它缝隙越来越大之后 会有脏东西进入到穿戴甲 和你原本的指甲中间 就非常难清理 你的指甲就会看起来有点脏脏的 大概这个穿戴甲一次性戴个15天20天 中间当然你有修修补补的情况 就可以全都把它取下来 过个几天再重新做是比较合理的 总的来说自己做这个穿戴甲 我还是挺满意的 哇哇哇哇 那本期的假指甲分享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求求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投币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